本土的病例有7例 境外移入有73例 那含落地採檢的45例 居家檢疫採檢的28例 那本土的案例7例裡面有4例 是居各期間應轉陽 那有3例是新增的 那整體在昨天入境篩檢 總共有24個航班 那篩檢的776位女客 那陽性的人數是45 那陽性率是5.8% 那在前一段時間 在每次在這個落地採檢是美國 唯一最大宗 那進來漸漸的 從這個歐美 那轉向中東跟東南亞 南亞 這樣的案例 那我們會持續的注意 那從3月1號起 我們各有一些在防疫上面鬆綁的措施 那這個基本上是回到這個1月8號 大家記得我們在1月9號的時候 有把很多 口罩相關的規定加延 所以現在是基本上是大致上回到1月8號 以前的一個情形 那恢復的這個增加的這個例外情形 就列在下方 所以在運動 拍照 還有直播錄影主持報導 支持演講講課等 這一些 先前曾經一度被我們就是又規定說 要戴口罩的這些情形 目前是從3月1號開始之後 會恢復 可以免戴口罩 那隨時還是要準備口罩 如果不能跟相關人士保持這個 不特定對象保持社交距離的話 還是要把口罩拿出來戴上去 因應這個目前我們還是有這個像吃飯 唱歌的這類的群聚 所以唱歌目前我們還沒有在3月份的時候 開放可以免戴口罩 所以在這段期間 唱歌還是要繼續維持戴口罩 我們在日後去疫情的發展 看是不是可以再放寬 那另外是增加了一個 先前沒有特別列出來的情形 就是自行開車 如果自行開車 你是一個人單獨開車 或者是說車內所做的 乘客都是同住家人的話 我們視為就是說 像是家人的延續 那家庭的延續 所以在這一個情形之下的話 是可以不用戴口罩 這個是在這次 比較新的一個 開放的規定 那另外在市場超市賣場 這個部分 先前在1月9號開始 有規定說要進行人流管制 以及 禁止開放試吃 這個部分 在這一次也都恢復 取消 那那個 就是高鐵台鐵這一些 雙鐵客運 還有船舶 國內航班的部分 也從3月1號開始 可以開放在 運聚上 車廂 船舶舶 航空器上 可以開放來飲食 那宴席的部分 我們在這一波 來開放 就是足桌 可以 敬茶敬酒 不過還是希望大家在 這個足桌 敬茶敬酒的時候 能夠保持適當的 這個社交距離 可以避免這樣子一個群聚的 傳播的發生機率 那另外就是說 醫院跟長照機構 我們也先前 在全國的部分 禁止這個探病跟探試 那目前從3月1號開始 我們依照這個各縣市疫情的 等級 只有繼續維持的部分是 雙北 台北市 新北市 還有另外桃園跟高雄 在3月1號開始 仍然暫時先維持就是 只有例外情形 可以去做探病跟探試 那在3月7號開始 開放非我國國籍的人士 商務的商務人士 的這個相關的這個部分 商務考察 投資 旅約跟應聘等等的 這些商務活動 那只要 出具我國這個相關單位 給他的邀請 或信件等等 那他就可以直接到我國的 駐外單位 申請特別入境許可的這個部分 因為國內的疫情穩定 所以我們也會從3月1號開始 在我國的各機場要前往離島的部分 也會取消快篩的這樣一個防疫措施 那另外在居家隔離 換句話說 這匡列者 那一樣 病童 跟這個居家檢疫 從14天 縮為10天 3月7號起 那也是居家隔離 也是從3月7號臨時起 被匡列的人 他的隔離的簽署就縮短為 時間